到了吏部以后呢 他倡导自得自学 他跟那个战杆权 他们倡导自得自学 就是为自己学习 就是为自己学习 就是营养都上了自身了 别为了外在的目的去学习 后来他工作又调动了 但是每次调动都是提拔 提拔的过程 其实这里都有中国特色 因为他在监狱的时候 结识了吏部的一个大员 那个人叫杨一青 杨一青他俩一块做监狱 他俩都是高屋子上高屏上的人 他俩成了结下的友谊了 这个杨一青父子以后 也不知道王源明他 他虽然没有当过显赫的官子 但是他提升的那个节奏是很快的 不是按照那个规矩 你几年一转几年一转 要那样他把他转老了 他来不得建功利业 他也就就就就永世不朽了 他又到了干到出周的时候 他就已经提升腹部了 在那里养马 马好养啊 是吧 他主要叫学生在那里静坐 练习静坐 练习静坐干什么呢 就是把这心呢收回来 别在外面崩刺着 别把这个心跟着眼跟着耳朵 让他外面的声音烂窜 在南京呢 他又后来又升了 到了南京 到了南京呢 他又比那个静坐呢 又加了一个官 在静坐的时候 自己审查自己 用了一种观想的功能 就是为啥我刚开始就说 他那个绣花宫里面 包含了审查力 这审查力 就是练这个观念出来 一个人在 一个我在说着做着 另一个我在 像法官一样查着看 在练习这个 把心都收回来 让这个心和脑 变成一回事 让左脑和右脑 变成一回事 要出灵感 出创意 就是把左脑和右脑 变成一回事 后来到干州 启用他去干州啊 这个人是又换了一个人 这人叫王穷 这个王穷启用的 王阳明去了干州 他到了干州 主要是剿匪 但是呢 那剿匪 王阳明打仗是很轻松的 他主要是办学 利用他的权力 在任何地方都办学 他觉得为啥这个匪患重生 就因为民风不善 民风不善是因为教化不新 要想新教化就得办学 就是广开这个教育 他其实有时候自己化缘 他那个权力不带有这个教育警惠 他用自己的力量 或者用啥用办法 就到处新办这个社学 这社学按照六亿来教书 他真正去教匪的时候呢 他先给土匪写一封词 告历头书 历头抄追书 这个书呢写得像情书一样 把那些土匪打动得不行 我原先写着 我说用情书评匪患 觉得太刺激 好像觉得我像那些社会上那些 又又又照料了 所以把它改成 就是告语书评匪患 这个在忙的人啊 不学传习录 也不看王元明全集 也要看一看王元明这一篇告语书 对王元明写的最漂亮的是信 就是派他去盖州呢 叫王琼 叫王琼说 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什么 抱着孙子 看王伯安的信 看王伯安给他写的信 唬着孙子 看王伯安的信 王元明的信写的 那因为信呢 他是感性的 你给皇上写这个咒书啊什么的 那是公为体 那里面也有财情 但是写信是生命对生命之间的一种交流啊 他那个 当然他剿匪有别的办法了 这个用情书来评匪患 是他的一个亮点 然后宁王有积蓄十年 为了造反他积蓄了十年 当时组织了十万精兵 王元明是从 王元明那个班级 是各县里的副县长啊 派出所长啊 凑把那个 他他出于有多少多少多少 其实也就是几千人 用那几千人打那十万人 而且时间很短就搞定了 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艺术 这个艺术 你比如说星学两个字 可以用什么来换 就可以用艺术来换 做学问的时候 我们叫的叫星学 做工作的时候 我们叫的叫艺术 相馬地盛 香港的世界 是 account价格的 想山 早.imp sein 我そう 你们的 帮